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马英九基金会邀请来的中国学生团 其中一个女大生接受采访时表示 恭贺中国台北队奪得冠军 两岸要像brother一样 共同为了祖国而努力奋动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像中国台北队获得世界冠军 表示祝贺大陆和台湾同胞 可以像这个中信兄弟你们brothers一样 我们一起为这个祖国在棒球 这个领域的一起努力 对比前几天我国选手上节目的时候提到 为什么我穿台湾的帽T不能讲台湾呢 而这一次是不是越来越多我们的选手 自己喊自己是台湾 而不是喊什么Chinese Taipei 我们好不容易这次由运动员带起的 我们内部的人终于可以不像之前 东澳的时候一直讲自己是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 结果现在这个更夸张 直接喊中国台北 而这个中国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代表的 然后现在呢 喊出我是台湾的这个选手啊 也被蓝白出征 抢他贬低国格 我们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说得太好了 请问一下对比中华台北跟台湾 谁更贴近现实一点 你出国会说台湾还是Chinese Taipei 我们棒球选手没有一个是台北人 所以是谁在贬低谁呢 我估计这次在出征或是不爽的应该是买日本队赢吧 难怪你们不爽球员 反观面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共青团员们的学生们 这次也有不少来台湾的是加入过共青团 宣誓过要入共产党的 那这时候蓝白又说要体谅人家 人家说的中国台北没有错啊 中华民国台北你看你还帮人家下标示 下诸解人啊 下诸诗人啊 人家讲中国台北你可以自己阶层中华民国台北 那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台湾队的时候 你就不会自己帮我们下标示说 哦我们讲的是中华民国台湾呢 而这个女大声后面那一句还说了为了祖国 请问你们还要这样字迹欺人吗 她说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对吗 肯定不是嘛 她前面有央视凤凰卫视 厦门卫视的中华人民共产国共产党的党媒 麦克风对吧还有记者 你说她说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哦 她还加入过共产党 你说她说的祖国是中华民国哦 不是故意为了讲给小粉红听的吗 让中共党媒剪辑在抖音上宣传 你看台湾认同自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台湾 最搞笑的是 马英九接近会的主任出来随进 带大家来听一下这段荒唐的录音 你其中邀请来的马龙啊 他在2012年还有宣誓影片 他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遵守党的领纲 遵守党的规章 这些这批人多少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 成年之后直接加入共产党 我真的很非常夸张耶 国民党的立场是不承认中共国的 那你还说双方的宪法不同 那像翁晓琳也说 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请问他们哪来的宪法 如果她不是一个国家的话 她哪来的宪法呢 每次这一波人来台湾在吃豆腐的时候 你可以说因为宪法吃豆腐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的教育 你带台湾学生过去的时候 怎么没有让台湾学生吃一下中共国的豆腐呢 你肯定不敢嘛 因为你知道会被抓吗 在台湾可以很自由的不会被抓嘛 然后呢 他们利用这个自由说 你看台湾人认同我们的言论 所以我们没有被抓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之下 在中国讲相反立场的话是会被抓 不然你小粉给我喊一个 你让台湾的学生 没有恶意的像他们这样说出来 我们台湾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自1945年以来 被中国共产党打跑去台湾之后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叫做 中华数位爱共和国 来讲嘛 然后你继续提到非常期盼两岸同胞可以为了光复中华民国祖国努力 你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会不会出来接受央视的采访说 因为双方的宪法不同 中国台北的学生其实没有恶意的 台湾的孩子没有恶意的 你看他会不会讲秧的话 丢脸死啦 大家期待我记录片一出来那两集 尤其是第二集 肯定把你们这些田共产党领都炸开 我们会叫做中华台北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的不是吗 你还跟他眉来眼去丢人现眼 对吧 台湾选手说自己是台湾的时候 啊扁低国格啦 出征他啦 中共国学生过来说 中国台北的时候 每个都 人家没有恶意啦 要体谅他们啊 他说的祖国 啊没有恶意啦 双方宪法不懂嘛 呵呵呵 不然这样啦 以后蓝白出国 你们就跟 该国的海关 或是地勤人员说 你是Chinese Taipei 或者是China Taipei 你也不要讲全名 你也可以简称 I'm China 就直接这样 上次有一个草过来唱我说 有种不要使用中华民国身份证 ok啊退一万步说我没有问题啊 那你去请愿吗 让中华民国政府允许我不要缴税啊 你甚至还是免税额 你到底在嘴什么啊 不然这样吧 你们把中华民国113年的中央政府 搬回去金门跟马祖啊 毕竟中华民国113年以来 金门跟马祖就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 孙中山建国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那一天起 金门跟马祖就是他的领土啊 而台湾从1912年到1945年的历史 根本就没有这一段 更搞笑的就是 你们口头上在说什么呢 守护中华民国守护中华民国 结果真正守护中华民国现有领土的 不就是你恨的我 还有你恨的台派跟所谓的青鸟们吗 而且这些人也常说什么呢 抗共保台啊 对抗共产党不是台派跟青鸟的专利 说得非常好 但我不曾看过你们捡起来使用这个专利 前几天一个台湾与波兰的YouTube夫妻啊 在过机场要验票的时候 被当地欧洲的地勤人员 认为啊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 地勤问他 你有没有签证 你有没有Visa 因为如果你有Visa的话 你护照翻开 要贴在某一页 对吧 他没有翻到 台湾的YouTube 叫他看清楚 才发现是台湾 才放行 蓝白你们一定要坚持 把自己的护照的台湾都给贴住 然后换上一个简称叫做China 因为你们很喜欢简称嘛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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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是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个表嘛 对吧 那你们就贴一个China 看这个机场海关 怎么让你个表 你们要贴上中华台北 或是中国台北国也可以啊 反正我确实有看到 小草在脆上洗说 Chinese就是中国 所以翻回来叫做 中国台北 也是OK的 我支持这个大学生 然后现在有非常多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我纪录片里面 会提到的啦 为什么这么多的台湾人 在脆上面带风向 这些是到底 他们的钱哪里来 第二集 懂我第二集纪录片了 啊真的是哈 带什么 哦你看 这个女大神长得眉清目秀 这就是接受中共国教育 才长得这么眉清目秀 就是你们 已经可以扯到这种 荒唐的方向去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说完暖心的 接下来说更暖心的哈 先前路透社不是率先爆料 赖清德将访问太平洋的邦交国 顺便过继美国的夏威夷 结果当时啊 台美政府打了一个模糊战 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就在昨天啊 赖清德已经顺利抵达了 夏威夷 并且啊 夏威夷州长还有高级官员们接机 并送上正名的花圈 写了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写上了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还不是故意给你写一个 Chinese Taipei或是 Chinese Taiwan哦 要知道各州在美国境内 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央政府 中央的总统没有权利干涉 该州的内政 很多时候如果当地州长不爽 比如说川普或是拜登 他是可以不用去接机 或是接见总统的啊 因为他们是平起而坐的 想起1994年啊 新总统李登辉过境夏威夷的时候啊 只安排了李登辉等人 在军事基地的小房间休息一个晚上 并且有一个美军上尉 军官接待而已 导致李登辉不满意 待在机上不下飞机 因为美国官方那个时候啊 想绥静中共国 认为中共国经济好了 可以民主化 民主化之后 中台两国的关系 可能可以顺利解决 所以不允许李登辉进入美国境内 隔年啊 李登辉才以私人名义 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演讲 而这是美国参中议会 两党通过的决定 才让李登辉以私人的名义 而不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 来到美国境内 还记得去年蔡英文啊 到了加州跟当时的 时任美国议长公开对谈之后啊 又一个我们的总统 到了美国境内 与州长会见 所以这恰恰打脸的蓝白说的 抗共宝台 维护中华民国 不是民进党的专利 但我看到的只有 民进党执政时代的 国际外交关系是在进步的 而中华民国的国际外交 上市的关系是在 国民党执政对吗 外交不是零语一啊 再说一次啊 比起1995年 2005年 2015年 在国际上来说 是不是台湾的地位改善了很多 未来川普上台啊 只要我们台湾坚持住底线 不要选那些自认为 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常常搞 随进什么 一中各表的那些政党上台 那离中共垮台 台湾引来国际证明的道路 是不会逆流而行的 黄河之水是不会逆流的 对吧 这是习近平说的是吧 而川普最近又表示说什么呢 金砖国家若是推出自己的货币 类似欧元的概念 去美元化 那我就要把这些国家的关税 刻到100%以上 让非常多粉红痛骂 美国怕啦 怂啦 但我先前 有分析过这个金砖货币的观点 对吧 最好是让他们去搞这些货币 为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必须得让他们搞这个货币 你看金砖国家中现在有哪些国家 包含 中国他爸 还有中国 印度 巴西 南非 埃及 伊索比亚 伊朗 阿拉伯 联合大公国 我想请问一下 里面 谁的货币最值钱 肯定是中国的吧 最保值 以及流通技术最大的 不是看这个币值最大的哦 但是 其他国家除了中东 阿拉伯 大公国 一些酋长国之外 有钱 基本上都是处于战乱 贬值的 经济不好的状态 而金砖货币这个概念 是谁先提出来的呢 在这次金砖会议上 有俄罗斯提出来的啊 想套住人民币来救援俄国 所以如果一旦金砖货币成立 所有金砖国家都会以人民币 作为担保金针币为前提 然后 他们又抛出一堆 正在贬值或不稳定的本国货币 给中国去兑换 最后这些国家还不是要 换回美金才能在国际市场流通 那你说最后最惨的 买烂账的 买其他国家贬值货币的 不还是中国吗 美国这个官罪自材下去的话 美国其实是 名利双收 我不仅收了你的关税 最后这些 跟你中共兑换人民币 去做保底的 还不是要来兑换我美元 最后赢家 还得是美国啊 当然啦 如果金砖货币一旦成立 一开始那一年 一定是欣欣向荣的 但是这个坑 是个毒药 它的后劲非常强 会害惨中共国 所以为什么 在前几个月的金砖会议 这么让习近平不爽 因为就是老爸国提出这个概念 但中国不接受 最近加拿大 与墨西哥政府 正在积极的与川普团队 谈未来关税的事情 而目前状况是谈不太拢 为什么呢 最主要是几点 这两国能不能有效的解决 中国进口来的 有害药物原物料 流入美国 以及墨西哥过来的人口走线问题 你想要来美国 升起政治庇护 没有问题 但请你先安定 安居在墨西哥 等到你在美国的审查通过之后呢 你才准进入美国 而不是说 打死了政治庇护这条路 更软心的是什么呢 你们知道 昨天俄罗斯政府宣布 对中共国的家具类 汽车零件类 武军类产品 征收了55%的关税 结果中共国却一个屁身不敢放 你看哦 川普现在还没上任对吧 但川普夸海口说 上任之后要对中国收60%的关税 结果中共的外交部 痛骂这是新冷战 这是恶性竞争 会让这个美国人民吃不小的 结果你爸没有通知你说要涨关税 直接涨了55% 快逼近美国的60%啦 结果一堆小粉还在乌啦乌啦乌啦 你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不是不乌啦了 所以我认为 让俄罗斯继续活着 才能拖垮中共国 中共国跟俄罗斯 虽然名义上是明面的亲兄弟 但是实际上名义这样安斗起来啊 比你实际真正的美国敌人 日本敌人还很伤百倍 而且你还没有脸面去拒绝 你的好盟友你的好爸爸 是吧 起码对日本对美国 你可以说 美国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我可以明面上的公开去反对他 但俄罗斯要给你冲康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去反对他 不然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到现在没有出来通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电影 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砰锁 我是八角 下期见啦 拜 拜拜 好